中国在国际上不断打压台湾 但现在立法院长尤锡坤 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证实 法国五位参议员将在10月4号到11号访台 也将参加我国国庆活动 并且拜访立法院 包括立陶宛在内 包括先前的捷克在内 每当对台湾要进行的实质的互动跟交流的时候 都会受到中国战狼外交的打压 这样的做法攻击立陶宛 攻击捷克就等于攻击全部的欧洲 所以这次法国的对台湾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其实代表是整个欧盟国家 对台湾这样自由民主人权坚持的 理念相信国家的一个支持 而其实其中有一位法国参议院 友台小组主席理查 三月的时候就宣布将在夏天访台 那中国驻发大使居然发信 要求法国国会放弃访台的行程 根据了解信件内容还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求法国避免跟台湾当局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但明显这封信没有让法国参议员们打消访台的念头 而且将时间延到了十月份 刚好成为国庆外宾 而最近和我国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立陶宛 也渴望组团访台